所以我們今天談這個議題是 今天附水組織 最大的除黃國昌 黃國昌說什麼 還要細緻討論 因為黃國昌最近很辛苦 因為侯友已經說了 新北市的市長候選人必須要有市政經驗 直接把黃國昌打下去 在這個地方 等我來聽他解釋 所以黃國昌兩個支柱 一個是侯友宜 一個是傅崑奇 所以他現在還想抓點傅崑奇的餘溫 還說什麼細緻的討論 基本上頭殼壞掉 所以我們整個看過 看一個狀況 輕鳥活動 真的讓國民黨嚇到了 不過我在這個時候蠻有趣的 我再讓大家來看 這個花東三法 陳其邁酸說 你傅崑奇強推花東三法 你好像是國民黨黨主席 講實在話 在這段時間裡面 朱立倫完全消失不見了 完全沒看到了 在這個時候 當然 傳藍營要搶明年黨魁的改選 朱立倫批媒體名嘴造謠聲勢 批媒體跟名嘴造謠聲勢 可是問題是這些消息不就是從你們國民黨內部出來的嗎 還有連國民黨的民意代表都講了什麼 其實侯友宜不排除會選黨主席 不排除講得很清楚喔 會不會選 應該會啦 但是不排除啦 因為不能講他一定會啦 你要說那韓國瑜呢 韓國瑜會有代理人叫管宗敏出來選 還有呢盧秀燕也有可能會選 也都不排除 這是國民黨很多的國民黨的名譽代表講的 奇怪的 朱立倫說 竟然說是媒體名嘴造謠 不是說你們國民黨自己傳出來的嗎 所以啊 朱立倫說 哎呀 黨主席是到明年十月才要選 再次提醒還有一年四個月 問題是你就沒有功能 人家看不起你嘛 所以為了連任黨魁 隱忍復婚期 因為有人說你這一次會選上 國民黨的黨魁 也是因為復婚期的黨員票來支持你 不然你就不會上了 不然你就輸張亞中了啦 結果朱立倫批說要讓國民黨亂 那到底是誰讓國民黨亂 所以大家看 與盧秀燕將起成結盟 傳韓國瑜介入國民黨主席之爭 他深夜回應 韓國院院長辦公室說 未經守獲干涉任何黨務 相關謠言均屬只需烏有 可是無風不起浪啊 竹立倫說這是無風起浪 可是偏偏這是無風不起浪啊 為什麼 因為很多國民黨的民意代表都說不排除 所以韋傑你到底聽到什麼 排不排除侯友宜可不可能選黨主席 我理性認為應該不可能啦 但是就是說但是 理性認為有沒有情感 情感上我感覺反正我看幫忙 也就是說他的幕僚在對外放話說他要選黨主席 包含他最近端午節有寄卡片給我們的黨代表 當然這些都是他過去確實比較沒有做的一個部分 那他以前從來沒有寄這個給黨代表 他過去當然跟黨的這個 這個互動是稍微疏遠一點 那我覺得應該是幾個原因 第一個我覺得在這次的選總統的過程當中 他也在這個黨內的整個部分也瞭解到說 要跟國民黨的一個互動 要有一定的一個身交 有一定的勤奮才有可能各項事情可以推斷更好 所以我覺得他會做這件事情應該兩個第一個 我覺得可能在總統大選的過程當中 也瞭解到跟國民黨員的這些地方的精英 要一些互動的一個狀況 第二當然如果說像剛剛大家講的 他不排除要參選黨主席 所以跟這些黨代表們做一些連結互動 本來也是應該的 所以我覺得說不管他未來二零二八或是二零二六 他有其他的規劃跟想法 我覺得如果他要這個讓他自己的政治影響力持續下去 這些事情本來就是應該做的 那只是說我想因為朱立倫主席說真的 他一樣每個禮拜都我們的中常會的參加 也有跟我們這些所謂黨的幹部說 要做什麼事情 加強宣傳 跟地方的連結互動 所以說我們主席都沒有任何功能 我說真的也不是 不過為什麼在花東交通三法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講話 一直到今天出來講話 還有如果要這樣講的話 你是淡水選出來的 淡水的人口夠多吧 對 從臺北市把陽明山挖一個洞 直接到淡水好不好 比你挖中央山脈簡單多了 你們應該爭取啊 過去 當然也有 就像剛剛勇哥講 也有講說要做枝頭公路 從北投挖陽明山到山支去 確實有這樣一個概念 從火山挖進去 怕什麼 但是就是因為講 有環境的影響評估等等這方面的 不怕 不怕 技術可以解決的 傅君旗什麼都可以解決 我們只是說 副總召是 我認為他真的是心系花蓮 希望可以幫花蓮人解決 這個安全回家的路 我認為他的初心是好的 但是我認為這個當然 剛剛我想主席也有提到 步驟上或是是應該還是要跟很多的專家 或是這些公民的團體 或是說這些應該在做一個詳盡的討論 所以我覺得應該把他切成兩個層面 第一個他的他的心是對的 他希望幫花蓮人爭取回家的一條安全的路 但是呢 做法上是不是可以再調整 我想他也有說他願意來聽取我們智庫的一個建議 他現在態度也放軟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也不要說一竿子打翻一船 說傅 傅崑奇委員 就是傅 我們傅總召就是亂搞 我覺得不是 他的初心是對的 那我覺得做法是可以再調整的 他的初心就不對啦 他一直在講什麼VOT 結果就只有中國有可能 他的初心就是 講個難聽過啦 我想臺灣政府也不會同意讓他做 他的初心我覺得就是邪惡啦 因為你明知道違憲 你要硬推不可 而且他當時講得多斬釘截鐵 七月十六非過不可 考試 檢察院非非不可 你看他多堅決啊 所以啊 哎呀 但是要宣示他的決心嘛 讓他的選民知道 他有這樣的一個決心跟魄力啊 好啦 那他就決心吧 我是覺得這個決心啊 我的評語是有點邪惡啦 不過我是覺得朱立倫滿有趣的 為什麼這麼久都不出來講話 今天突然間出來講話了 是因為黨主席的選舉怕了嗎 還是這個傅崑奇給他什麼壓力 你不支持 你不支持敢出來講話 告訴你 你下次黨主席都選不上 要靠我的黨員票 現在呢 終於大家出來講了 有人出來反對了 所以朱立倫說 有人反對了 那我也可以反對 是不是這樣 其實大家講了半天 其實這個問題有點複雜 其實你知道 基本上那個畫洞山法 如果說工程可行 然後天然地質也可行 然後也找到BOT的話 當然做 可是沒有一樣可以行得通的 工程有點辛苦 真的要挖那個山脈 第二個就是說你說花年的地形跟天然的形勢 根本就非常困難 而且地震不停 就是說你真的搞了這些東西以後 安全也是有問題 經過多少斷層 對 然後你說BOT根本不可能 因為你沒有剛剛事件講的沒錯 如果這種東西沒有利益回收的話 沒有人會去投資做BOT 單程九萬多塊一張票 對 假如蓋起來的話 對 你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國民黨內部 就是這個好像七嘴八舌 其實齊來有志 你知道嗎 我覺得他們現在已經開始這個蠢蠢欲動 做權力結盟 所謂的權力結盟 就是剛剛大家有講到 黃國昌想要選新北市長 那也有一個說法 我最近聽到一個說法 就是說韓國瑜因為上次高雄被罷免以後 這個慘痛經歷 然後經過這次立法院長以後 好像聲勢有起來 所以他有野心要圖謀再起 要選新北市喔 還不只 圖謀再起 選總統 當然有可能 你不要想他的私心 哎呀 你們真的不要想 就是說有人想他圖謀再起 所以你看他新北市長 他推的是劉荷然 他不要李四川 他要的是劉荷然 劉荷然根本沒有那個樣的聲望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韓國瑜還拉了江啟成 還有盧秀燕 然後盧秀燕去做黨主席 然後江啟成做臺中市長 然後他自己可能就下面一個 所謂的管中民 那個都是打高空 那個不確實際 我覺得他有私心要圖謀再起 這是事實 那朱立倫你說緊不緊張 因為朱立倫如果黨主席認滿 如果不做的話 他是政治生命到此結束 因為他不可能選總統 以他的那個民間的聲望 還有如果說要用民調來任高低的話 他的民調一直拉不起來 所以他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說你黨主席 如果不選連任的話 你就根本政治前途結束 如果你不想要你的政治前途 結束的話 你可能要再競選連任 可是他最近廢掉黃福星黨部 你知道黃福星黨部上次是沒有支持他 這是沒錯 支持張亞中吧 對黃福星黨不是支持張亞中 所以張亞中跟他的票差得滿近 那換句話說 你剛剛有講到說傅崑奇 他這一次幫傅崑奇 他沒有反對傅崑奇 而且不吭氣 我覺得是回饋上次傅崑奇 幫他選黨主席 那就算他要競選連任的話 傅崑奇還是幫得上忙 因為傅崑奇 你不要看他在做花蓮 花蓮王 還基本上次他有講一個流鬼蛇聲 都會都來這個參加這個維立法院 那流鬼蛇聲能夠動員的就是他 他的影響力真的很大 比如說這個縱冠縣那些老大們 跟他都是朋友 所以事實上他有影響力 這是沒錯 MING PAO TORONTO